信达大星野终极教程上 为什么银河这么难拍 银河摄影越来越普遍 几乎每个风光摄影师都会尝试 大光圈广角镜头加相机就能拍摄 只是越拍越烦恼 因为被越多的噪点 或者银星没有细节等等问题困扰 除去拍摄环境 银河位置等等 真正高质量的银河摄影 少不了星野仪的身影 听到赤道仪是否居花意景 感觉很高大上 其实信达大星野只要两三千冷明币 绝对值得花 帮你拍出难以置信的壮阔银河 我是詹姆斯 一名生活在澳大利亚的职业风光摄影师 今天分享如何充分利用星野仪 从基本配置到开机拍摄 最终最后终极导星三集视频面对 新手小白普通爱好者和星空发烧友 建议你选择观看 记得多准备几杯水 因为内容很干一般人会渴死 买大还是买小 那大星野肯定更好吗 其实大小都有用武之地 如果你能停车走个几百米就能拍星空 那么大星野肯定适合 如果你要爬山涉水几个小时 甚至徒步露营 我只会建议小星野 其实只是本体大星野没有种太多 这也是我放弃爱顿小星野转头信达大星野的原因 今天我用信达大星野天文套装分享 STAR ADVENTURE PRO 2i extra kit 简称SAP 爱顿也有大星野 STAR GUIDE PRO 简称SGP 所有操作都类似 其实信达还是爱顿无所谓 因为跟踪原理都一样 只是好在澳洲好像每个人都推荐买信达 而不是爱顿 小星野除了负重小之外 还缺少导心 以及抖动等高级功能 2. 星野仪有什么用 一句话 拍星星不脱尾 有了它 什么600法则 NFT法则 通通抛在脑后 有了它 不管是广角 还是标头 甚至长焦镜头 都可以一展身手 这都是网络上用星野仪拍摄的超级大片 你知道为什么拍星星会脱尾吗 对 地球会自转 每天一圈转360度 等于每小时转15度 你可以推算出每分钟每秒钟转多少吗 所谓600法则或者NFT法则并没有解决地球自转问题 只是给出一个曝光时间 让你露眼看上去没感觉到星星脱尾 只有北极星和南极星属于理论不会脱尾 为什么 这是星空摄影最基础概念 搞明白 否则你越听越一头雾水 地球总是沿着一根看不见的地轴自西向东转动 地轴延伸到天空就是所谓的南北极 像这样不管地球怎么转动 极星都会不动 地球自转对于摄影也有好处 星星因此才能拍成星轨 那言归正转 星野仪的作用就是抵消地球自转 星野仪如果沿着地轴自东向西 以相应速度反着转 那相机和星星就保持不动 那想曝光多久都行了 这个有一点难理解 需要在脑海中形成一个多维空间概念 三 而大星野怎么装合理 那从400元澳币的星野仪 到几千几万刀的赤道仪 其实都是解决地球自转问题 无非就是负载更大 操控更简单 精度更高而已 那大星野有几种安装方式 方式一 纯本体 没有电池只有1.24公斤 需要装在云台上用 看似方便 其实并不推荐 因为小云台很难保证锁紧不垂头 而大球台的价格远远高于原厂 纬度调节座 方式二 纬度调节座加球头连接座 强烈建议这样用新野仪 纬度调节座可以更精确地调整几轴 通过球头连接座装上云台 广角天文色影的标配 两公斤的大星野 有时候考验体力 所以你可以选小星野 但是也建议你买纬度调节座 不过单球台可能会遇到角度限制 这时可以叠加两个云台 更方便迎合拱桥接片 球台尺寸很关键 球体越小越容易垂头 我用40球台上再装分度云台 方式三 L型调节座加配重感 这样装可以尝试深空天体 比如猎狐座或者长焦拍月亮 不过又增加800克重量 如果不用球台来接相机 好像也没那么重 缺点是对准目标有点难 松开新野仪的大离合旋钮 再松开调节座下的小离合旋钮 现在就可以旋转到任何天体目标 一开始操作会有点不习惯 其实就是手动赤道仪沟图方式 相机镜头如果很重 就要接配重感调频 平衡做得越好 新野仪输出的功率越低 除了省电跟踪质量会更高 松开大离合旋钮 通过移动调节座和配重的位置 实现任何位置上保持稳定集合 用好调节座下方的螺丝 可以实现双击同时拍两个目标 或者像我这样安装红盒子拍摄 是脚架的重要性 先调节脚架直到水平气泡局中 也可以看到纬度调节座上的气泡 然后把脚架大致对准正南或者正北 如果地面不平 调整一次脚架就要重新调整水平 那会让你疯狂 而纬度调节座属于精细调整 调节范围有限 这就是我为什么用来图LM364C的原因 简直为星野而生 底盘大小正好适合大星野 如果徒步也可以考虑LQ324 配小星野也是绝配 那调整好水平后 我松开底座按钮 就可以随意旋转对左南北 是不是超级方便 记住 宫与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五 为什么要对极轴 让星野仪更准确的老地轴转动 那极轴对的越准 跟踪效果越好 曝光时间越长 银河细节就会越多 片子看起来更大 你想拍大片吗 那就认真对极轴吧 那有一个误区啊 有人问我 星野仪关闭地井后再开 是不是要重新对极轴 其实极轴跟他们都没有关系 甚至取下星野仪理论也不影响极轴 那想想为什么 传统对极轴需要对天文知识有了解 并且要认出南北极星啊 北半球还算方便 南半球的朋友就没可能 首先南极星并不在正南极 而且很暗 除非在极度黑区 否则漏眼根本看不到 所以今天我分享三种对极轴方法 都不需要你懂天文 并且适用于南北半球 六指南针盲对极轴 那其实就是调整尾度调节座 到所在位置的尾度 然后对准正南 打开手机的指南针 看到我的金纬度 南纬34度59分6秒 纬度调节座精度不高 一格大约是三度 所以调整旋钮 把纬度先调整到30度之后 第二格不到点 大概认为是35度 最简单应急 不靠谱的方法是用橡皮筋 把手机固定在纠纬槽上 接着调整这两个水平螺丝 直到指南针显示为180度 注意这两个水平螺丝的使用 对新手并不友好 它的原理是通过两个螺丝的同方向旋转 可以向左或者向右移动转盘 所以不要只转一个螺丝 这样只会越来越紧 而没有转动 这真的属于盲对疾奏 精度误差甚至会有五度 除了方法本身的问题 其实手机和纬度调节座的连接 也是大问题 如何更好的连接手机到新野仪呢 网上有人动脑筋 在新野仪上固定手机 其实那更难 我推荐在纠维板上 安装一个手机夹就可以 只要手机夹底部有四分之一螺丝孔 把手机夹固定在纠维板顶部 确保手机夹和纠维板呈90度 那这个方向保持水平 重新对完几周 即时使用超广角镜头 比如14、16毫米 拍摄一两分钟都应该没问题 6. 苹果手机盲对几周 需要你花钱买POL Align Pro 好像只有苹果手机 只要可以利用苹果手机的内置 陀螺仪识别经纬度 实际操作看看效果 PA Pro内容看似很复杂 其实只要点击daytime标记 意味着可以白天使用 Compass如果不是good 可以像这样拿手机画八字 直到显示good为止 这代表指南针工作正常 把手机装在手机夹上 轻轻压屏 保证手机和纠维板水平数值 都保持同方向 为什么这一步很重要 想得明白吗 纠维板装在纠维槽内 手机屏幕会出现三个同心圆 两个箭头和一个十字 可以按照提示 开始操作三个调节 螺丝直到十字中心 位于最小的同心圆内 代表极轴角准完成 熟练后一分钟就能完成极轴 极轴角准 精度可以在2到3度以内 那广角镜头2到3分钟的曝光 不脱围 而4毫米到35毫米镜头 也能实现长曝光 对于星野银河摄影 足够用 挑战银星 那就是银河最亮的部分 大致和天蝎座所在区域类似 请记住地球在转 所以不是任何时候都能拍到银星 借助星图软件来寻找 最合适的时间 比如Sky Guide 打开子弹真功能 移动手机去寻找天蝎座 白天可能在地平线下 可以调整时间流速 看看什么时候天蝎座最适合拍摄 更仔细的规划 可以用巧设选定机位后 它会给出最适合的银河拍摄时间 不过巧设的学习难度很大 建议你跟着官网视频慢慢看 否则真的一头雾水 不过南半球不一定只拍银星 因为我没有大小麦泽轮和船底座 这个区域没有银星那么粗壮 但北半球的摄影师拍不到 有时候物以稀为贵 分享一个小窍门 在南半球对着南天级附近的目标 星野宜追踪的效果会更好 因为就像星轨的圆 越往外移动距离越大 同理越广角的镜头 四边上的星星 越容易脱尾 至于露眼不可见的天体目标 建议把手机夹在热靴上 可以看着星图软件辅助移动相机 星野宜最简单的大型天体目标 可能是猎户座或船底座 使用50毫米定焦镜头 都能拍出很清晰的影像 我很想拍这种雪山顶上猎户座的效果 只是澳洲真的没有靠山 前景太低太难了 总结 这是星野宜教程的第一集 主要分享正确使用星野宜的知识和盲对激周 对于摄影小白应该很有帮助 下一集我们将实地拍摄和后期合成思路 记得点赞分享给你的朋友 当然别忘记订阅詹姆斯摄影